212《蘋果日報》 副美陪讀書將教員辯農地中國留學生父母耶魯種菜 2015年7月10日兩岸要問 A.26美國耶魯大學校園內一塊園先閒置的空地如今掌滿了九菜、香菜等美國人民所未聞的蔬菜 菜園創造者竟是一群中國留學生的父母,愛子被出心切的他們 在美國照顧兒女和宣輩,閒下時種植梳果 這片耶魯菜園隨傳來越多留學生父母的到來發展壯大 吸引了當地媒體和民眾的目光 美聯社日前報導,耶魯大學北部一處雜草叢生的荒地變菜地 開狠者是一宗住在附近在讀中國研究生、博士生的父母 當孩子們在耶魯大學行編和事業打拼時,家長們通過菜園結識朋友 並吃到新鮮而且熟悉的蔬菜 這瓶 稱為中國爺爺奶奶社區 美國人種的是花,中國人種的都是吃的 從此改變了社區外觀 種植的都是中國人熟悉的各種豆類 蕃茄、香菜等,種子是從當地的華人市場買來、想出來的各種蔬菜農作物 就與住在附近的中國家庭分享 後方支持金融農藥目前耶魯大學國際學生四分之一來自中國 去年就有共570以名中國留學生 蔬原所在的土地屬於大學所有 後方支持這些中國家長們種蔬 並為他們提供化肥、彈禁用農藥 這片城市中的二維花園在過去十年間逐步形成 徐光甚至 學生的激增 這樣的中國社區也在不斷擴大 不少美國網友稱讚中國人勤勞 種植有機梳菜是非常好的習慣 幾代同堂互相照應的家庭觀也令人羨慕 不過也有人好奇這些中國老人用心振爭如家國 又由誰負責他們的醫療等開支 偶然有偷菜情況這些到美國探親的中國家長們的日常活動 就是照看宣輩、種菜、灑灑太極 他們有的來自城市、有的來自農村 不少人士到美國以後才現學如何種菜 其中來自北京的六十三歲媽媽將女士每天替地皮 嬉水 她說 陽光好、出出汗 很開心 但也有人不願意做這樣的農活 一位來自安徽的六十五歲黃爸爸就表示 我在中國都不做這樣的農活了 我為什麼反而要在美國耕地乾農活 不過她很感謝鄰居的分享 只要願意種菜的家長 都得自覺遵守一些不成文的規定 比如可以施肥 但是不能用殺蟲劑 要和鄰居分享自己收獲的蔬菜 哪怕對方沒有參與耕種 外出時國家會互相幫忙照應菜地等 而若有人孩子畢業 全家要搬走了 他們還需負責找到下家 保證他們那塊菜地還有人招了 這逢家也會出現被偷菜的情況 美聯社網民有話說 這時要開始侵略了 一座開放包容的大學 要是在中國早被城管拆了 中國人就是厲害 到乃如F都跟在自己家目什麼區別 打不死的小強 世界所有動物和其他人類種族都滅絕了 中國人會依然偶納 農業民族的基因 確保到世界上任何一個國樂都不會惡死 過一段時間把你們的漂亮草坪全變菜地 你們就知道厲害了 希望一些人看完後不要在國內也效仿 社區的陸地都被人當自留地種菜了 新浪微博